其實同志一體這件事情就是 生活在我們 就是衝刺在我們生活各個角落 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其實沒有什麼色彩的差異 我們都是一樣都是光照之下的人 然後都是會痛會愛 會苦會笑的這樣子 嗨大家好 我們是鹹菜熱場 我是仲賢 我是老蔡 哈囉 其實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 在那個性別別人教育 還沒有這麼開放的年代裡面 那其實就是 對於滿多事情還滿無奈的 當我發現自己是同志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心情是還滿壓抑的 選擇把自己的心藏起來 就不讓其他人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內心會知道說 我其實是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在大一的時候 也只敢偷偷的談戀愛 交第一個男友 那直到之後 就是每段戀情都會有結束的時候 可是當你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滿痛苦的 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在那個時候我才忍不住 就崩潰的 在好友們面前大哭 然後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喜歡男生 然後我跟其他男生在交往 那對於怎麼面對身邊的人 我覺得 可能是隨著社會的風氣 就是逐漸的成長 那我覺得 可能也是我同溫成夠後 那我覺得 不管是剛認識的人 或是不認識的人 其實都還滿給我鼓勵跟打氣的 也希望我可以勇敢做自己這樣 那出櫃了之後其實 有得到一些很多 就是心情釋放壓力的地方 然後出櫃了之後才覺得 原來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是非常支持你的 那當你把自己的心 掏開跟大家說之後 大家對你的愛跟關心 是非常濃厚的 那在那之後 我就其實就非常的 更加認識自己 然後也認同自己 就是同志這個身份 然後也可以就是 更加的安心去做自己 然後去追求自己喜歡的事物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 做自己的人 所以我不太去在乎 別人的眼光很像 有時候不用去勉強別人去認同你 而是 而是在認同 別人認同你之前 你要先去愛自己 那你要先去覺得自己 是一個有力量的人 那有時候就是 嗯 你說的可能一句話 他你覺得沒什麼 或者是你覺得 你是一個默默無明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人 但其實 你只要一句有力量的話 都是可以影響別人的 婚姻是兩個人許下的 一個很重大的承諾 有了這個承諾之後 對我來說是一個 更堅強的力量 就是感覺我們兩個走在一起 背後是有一堵很堅強的牆 靠聽著我們的 支撐我們往前走下去 其實在於結婚這件事情 我覺得 挑戰上來說 其實 沒有 沒有祝福來得多啦 在我越來越坦誠的 去講這件事情之後 得到的反而是 更大的祝福跟關心 因為我覺得同婚通過之後 其實讓大家都覺得 這個社會的風氣 真的是改變了很多 那其實很多人 可能就只是看到 一個法案通過而已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沒有感覺的 但當你身邊 真的有這樣子的人存在的時候 你其實會覺得 你會覺得 對他們很好奇 那你也會真心的去祝福他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同婚議題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已經在 台灣很久很久了 那說真的 像我們開始做這個 閒菜日常頻道 其實我們 有一個初衷是 我們想要讓兩個男生的生活 在大大日常裡面 是非常自然的 而不用讓大家覺得 說兩個男生呢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再去討論這件事 其實我們很想要去做一件事 是不用再去提說 是什麼婚姻平權 或是什麼樣的議題等等之類 因為我覺得這個都太多了 或者是在未來日子 我們都不用再去 不用再去提倡這件事情 對因為我們覺得 就是其實同志議題這件事情 就是生活在我們 就是充斥在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 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其實沒有什麼色彩的差異 我們都是一樣 都是光照之下的人 然後都是會痛會愛 會哭會笑的人這樣子 我就是希望他 我們可以讓他自然而然的發聲 然後讓他有自然而然的力量這樣子 其實在經營頻道的日子裡面 有蠻多大大小小的生活小插群 那除了跟他的相處以外 其實我覺得也收到蠻多 就是有在看影片的粉絲 或網友們的回饋 那那些回饋是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們可能會常常 打一個五百字一千字心得感想 然後就會很感謝 我們就是讓他們 是真的感受到很正常 很平常平凡的愛 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不要再畏懼別人眼光 愛的很簡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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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